每个人的烦恼像大海的波涛一样 一浪接一浪 你们想想我们一生啊 从小到大 没有一天可以平平和和说 哎呀 最近一段时间稍微平和一点了 但是马上又有一个烦恼 接种而至 所以学佛人要用戒 戒律和自己禅定 然后产生这种智慧和波润呢 来冲破烦恼的浪涛 不受人间的琐事的牵连 我们人主要是在人间太多的琐事 今天这个事明天那个事牵连 那么有的时候这些琐事呢 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要记住 师父跟你们讲 它都成为了历史了 都成为了过去了 因为它不能成为你人生的最终的 一个最终的一个点 所以只要没有到最终 我们就会拥有未来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好好学佛 一个人有信心 就会有愿力 有愿力之后 那么才会有行动 今天大家分享会 就是一种行动 来帮助所有的人 能够破迷开悟 所以菩萨也会很开心 其实我们很多人 活在报应当中 活在因果当中 但是他只是在痛苦的时候 他不能感受到 自己活在报应当中 包括夫妻的缘分 包括人的命运 都是这样 实际上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天命 佛教今天能够叫你学佛 他就是可以让你改变你的命运 今天你忏悔 就可以改变你新生命的 重新的开始 所以做人呢 首先呢 对人间的要放下 要消除自己的好奇心 因为人有一种习惯 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好奇 哎呀 我不知道 我想知道 我没去过 我想去 这句话我没说过 不知道有什么感受 我来试试看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要去试 因为你的好奇心带有你的欲望 所以很多事情要收敛你的傲慢之气 做人不能太傲慢 因为你没见过的事情太多 你没有看到的事情更多 所以一个人要收敛自己的傲慢之气 凡事随缘就好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随缘 有理也不要去争 因为这个世界上到最后都是平等性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缘分之中 所以就算你今天真赢了 可能你并不是代表真正的赢 只是你一种假象 心中的一种感觉 我赢了 很开心 但是接下来给你更多的烦恼 所以这就是没有很多人能够理解佛法 你应该懂得缘分 非常重要 什么事情随缘 不争不强 和睦相处 宽厚待人 平时管好自己的身口意 不要去造业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你在造业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过报 所以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 不去造业 万事如意 其实一般的人都是活在英国当中 说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人告诉他朋友 说我今天被老婆打了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在偷看一篇文章 那个同事就问他 偷看什么文章 被你老婆打了 他说文章的题目叫 叫你如何打老婆 结果被他发现了 所以我们心灵当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能违逆的 因为缘分是合合而成的 今天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一定有他的缘在里面 所以不要去怪别人 我们做人懂得要从自我 内心去寻找自己痛苦的根源 所以要知道为什么的根源在哪里 所以我们善太少 心中的恶太多 我们的慈悲心太少 我们对别人的嫉妒心太多 我们帮助别人太少 但是我们得到的别人的东西太多 这就产生你的欲望 所以夫妻也好 跟孩子也好 恩情善业都是你的前因 然后夫妻结合之后 你会得到一种喜悦和欢愉 那么慢慢的夫妻两个人时间长了 开始结冤了 然后也恶业未前因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们就会相互为逆 然后呢就会忧苦纠缠 人就会纠缠不休 因为渊源相报和事了 所以慢慢的越来越 是非恩情 慢慢的都会到你的心中来 把恩情忘记 把是非举在两个人的心里 那么慢慢的会恩怨 越来越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 恩怨会只有亏欠 没有能够战胜别人的一种能够能量 所以相互要懂得补偿 缘分 实际上一切都是缘分 要万事要如意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你们连自己的瘦想减肥都控制不住 你们怎么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控制自己的我们说那种脾气 所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抢不走的 你在人间所有的物质 你的人 你的感情 你的一切都会被别人抢走 只有一样东西抢不走的 师父告诉你们就是你们现在学的 那么就叫智慧 当你拥有智慧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把你这个智慧抢走 你的物质 什么人都可以抢走 包括你的家 包括你的情人 包括你的朋友 包括你的一切工作 岗位 再好的都会被人家抢走 所以一个开悟之人 就是一个解脱之人 要想通 永远精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